尖詞,星星 好,尖詞升上五罐了 當我升到五罐的時候可以覺醒 原來覺醒還需要尖詞兩隻 還有任意的五星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今次回到矮族奇兵 矮族奇兵呢,我都要認真玩一下 我現在戰力目前就真的衝不上五百萬 所以呢,我沒辦法了,我唯有弄完我的寵物 如果大家有跟開我的影片或直播,都知道我的寵物 那尖詞呢,我就升到四罐了 然後阿花呢,就是三罐 這兩隻是目前最稀有最強的寵物 那因為我實在衝不上,所以我決定 發動魔法小卡的力量 我會弄完 他們上五罐 那我們現在有個 五百四十五的 幸運蟲哥,我們將他抽上五罐 那尖詞我需要多抽四隻 然後另外那個阿花需要七隻 事不如我馬上抽抽 好,目前抽了四隻尖詞 我們去隨便開一開 四隻 好,然後去獄城 尖詞 好,升星石 那我可能要多抽一會才可以弄到 那我們先抽阿花 我們阿花 需要升這個 升四罐需要三隻 然後四罐升五罐需要七隻 好,我們抽七隻阿花 Let's go 好,我們抽完所有 我們去看看 剛剛有七隻 三百五十個碎片 剛剛有七隻 登登 七隻阿花 接著活動 我們在這裏 雖然可以換這個星星石 但我建議大家不要換星星石 優先換的是 高級寵物碎片 對了 這個先換了 還有 特級技能印記 任選箱 另外,這些是紅色技能 應該暫時只有這個活動可以拿到 其他途徑沒有可以拿到的 那為什麼我要換這個高級寵物碎片呢 因為其實 稀有寵物 除了阿花和尖刺之外 還有一隻 那隻未出 那希望到時候出的時候 這個高級寵物碎片箱 有機會可以換得到 所以我建議我會保留這個箱 所以我不會換這個 因為我不夠星星石 但星星石我可以 靠普通日常任務可以獲得 所以這個我不會拿著 那我會拿的是 這個 高級技能印記任選箱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會先買這個 好,剩下147 那我可以選擇這個星星石 好,然後去獄城寵物 尖刺,星星 好,尖刺升上五罐了 恭喜統帥大人的寵物 達到最高星級 現在可以為寵物進行覺醒了 都升到五罐的時候可以覺醒了 寵物覺醒後 不僅可以提升屬性 還能獲得額外的技能格子 原來覺醒還需要尖刺兩隻 還有任意的五星 其實不要緊的 因為我高級寵物箱子那裡都夠 那他也會需要這個覺醒石 覺醒這個星雲呢 都可以普通情況獲得到 那我到時先獲齊了 因為我已經沒有再課這個星雲 因為我所有的角色已經覺醒到最強 那我們看看阿花 阿花這裡也是 充目星星石不夠 但是我阿花已經集夠了 所以這個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496萬 那我還欠4萬 那英雄方面我全部升爆了 那戰法方面呢 其實我有些戰法可以搞 但是戰法 我坦的戰法因為我現在還沒獲取到 所以我反正要換的 我不會浪費戰法怎麼去升他 另外哥哥的招又提 哥哥的招技遲到也會換 那目前要升的那些就升爆了 那戰力入手方面其實可以在建築上 建議大家可以秒建築上去呢 我是不推薦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搞建築去提高戰力 那那些其實是假戰力 實際真實的戰力呢 是各位的英雄和寵物 這些是真戰力 因為你打架全部都可以用他的 那你如果說只是在建築上谷的戰力的話 就是虛假的戰力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先谷了英雄和寵物 建築呢 就是最後才搞 我都沒有怎樣去搞建築 你看這些level 4塔 level 5 level 9 還有你看我城牆的等級就知道了 並不是說升得很厲害 很厲害的那些 好 目前就是 這個影片就是講 因為我已經 其實資源可以慢慢來的 所以我不急 那我每天可以育成 去團積那些資源去再升 那我相信呢 就將兩隻寵物到去五貫的時候 就一定是突破了五百萬戰力了 那現在主要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我已經抽齊了 所有的角色 還有原來 在這個寵物上了五貫之後 還會有一個覺醒的系統 對了 還有一個覺醒的系統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養寵物的話 要預留寵物的數量 就可以留意一下 好啦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有玩開這個遊戲的話 幫忙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 好啦這條影片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主要都是講解這個寵物 上到五貫 還有阿花 那我遲時都會上的 因為我有絕對的數量 數量已經足夠上了 只不過是資源 那資源呢 你強行科的話就是浪費錢 因為我每天拿到的資源 都可以將它升上去的 那我又不急的 所以這個慢慢來 慢慢上了 最重要是 限時得到的東西 我已經淘汰了 那一些不是限時 平常可以得到的話 我就有去慢慢獲彩 好啦 那多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直播影片見 拜拜 我再次去看看 我們下個兒把那支 我們下個兒一碗 我們下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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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下個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